新興食家的徐國興 我是新興食家的徐國興 今年51歲 我在點心的行業 已經做了30年了 當初跟我爸爸一起學習去做 在1960年代 我爸爸在橫頭磡 現在叫樂富 在那裡開一間茶樓叫新興 已經做了好幾十年了 到了80年代 就找到西環這個地方 當時的西環比較是勞苦一點 我們看到可以服務 這些低下層的大眾 這些都在這裡做下去 後來因為時代的轉變 地方的遷冊 菜欄、魚欄、逃房也搬遷了 我們失去那些群的食客 取而代之就是一些廣大的學生 他們都因為知道我們的名字 每天晚上都會捧場 我爸爸其實年紀都不小 現在都84歲了 他都繼續堅持 他每天都三點鐘來開工 我都很佩服他的毅力和精神 他現在做的角色是 早上回來收錢 看看員工的工作狀況 到下午11點鐘的時候 他就下班了 我們有幾樣出名的懷疆點心 其實很多地方都已經沒有去再做了 但我們為甚麼會有這群的館場客 第一,我們西環的歷史 比較傳統和舊的文化 半夜去開工 晚上找食物是非常困難的 也有很多的夜客 都知道我們營業的特殊時間 所以他們都會特意來光顧 一些夜間的士、收工的小巴佬 或者一些去消遣的人 晚上又不想睡覺 他們就會來這個地方去消遣、吃東西 我記得我小時候 爸爸每天都看到他在廚房工作 也讓他的食品覺得吸引 而且自己也喜歡做食物 然後他就在樂富的店舖做學徒 然後做一些頭頭尾尾 然後一些炒東西 慢慢慢慢地做 做這麼多個小時 都可以不覺得悶 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對那個行業有興趣 才有這樣的決心去做 我們會讓他飾動 讓他飾動 我們一些平等的 camardern 一起給你們 我們可以讓他 不幸運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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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